如果自己本身有胃病 例如胃肺羊、胃炎 甚至胃酸倒流 即使喜慶節日 都盡量不要吃得太飽 少吃多餐 避免吃一些酸的食物 或者刺激性的食物 例如辣的食物 吃完大魚大肉後 例如胃酸倒流 因為很多人吃到的活躍肌 比較鬆弛 活躍肌基本上是一道門 在食道和胃中間的門 本身這班人比較鬆弛 如果吃得太多食物 很容易胃會分泌得多胃酸 還有部分食物可能會湧上食道 變成有胃酸倒流的症狀 例如火燒心 胸口不舒服 或者覺得吃完食物頂住頂住 這樣的感覺 例如有些人吃完食物後 胃痛 可以是因為胃潰癢 胃潰癢基本上是胃黏膜受損 可以因為很多原因受損 可以是胃酸過多受損 或者是吃到某些藥物令到胃黏膜受損 甚至可以是胃癌令到胃黏膜受損 這班人吃完大魚大肉 或者吃到很飽的時候 都會令到他們經常都胃痛的感覺 胃滯的感覺 吃飽 例如吃飽一些肥膩的東西 多油膩的東西 或者多肉的東西痛 這些人可能是患上膽石 其實香港人很多人都有膽石 尤其是膽固醇石 因為是一種我們叫做富貴病 因為很多食物 很多好食物 積聚太多膽固醇 就會令到膽石積聚在膽固 平時膽石沒有膽固醇石 沒有膽固醇石 又沒有痛 未必會有事 但當它有時候 跌到膽頸的位置 我們叫做頸 其實基本上是出口的位置 出口的位置的時候 當我們吃一些肥理的東西 或者吃一些肉的東西 我們需要一些膽汁去分解 因為膽汁是幫助我們分解肥理的東西 那膽就會擠出膽汁 如果有膽石塞住膽 變成病人就會痛 吃完肥理的東西 大魚大肉的時候就會痛 一般如果喝酒的份量不是太高 一般如果喝酒的份量不是太高 其實就不會對腸胃有什麼不適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說喝到很多 喝到最曬 其實最容易發生的就是胃炎 有時也可以增加胃酸導流 甚至影響肝 也可以 所以我建議即使是喜慶節日的時候 都要去控制一下喝酒的份量 我們有條數可以計算的 而成年人來計算 一星期就不能多喝14個單位 那就是一個酒精濃度 乘以它的容量 就是喝了多少 是一個毫升計的 酒精濃度乘以它的毫升 然後再除回1000 那就是那個單位 那譬如如果你當你喝一些烈酒 有些烈酒可能是40%的 酒精濃度 那就是40乘以它的毫升 比如你喝100ml 40乘100 那就是4000 那再除回1000 那就變成4個單位 那你一個星期就不能多過14個單位 如果你說預防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就是少吃多餐 以及多做些運動 尤其是吃飽完之後 吃飽完之後可以去走一下 或者小量可以輕步的 走快點或者慢跑 去增加了你的腸道和胃的餘動 因為如果本身自己不做運動的話 你的胃和腸的餘動都會比較慢 所以如果多做些運動都會幫助超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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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